大家好 欢迎收看健康医学院 随着COVID-19的疫情反复 抗疫已经融入了我们的生活心形态当中 当中出生及成长于这个世代的小朋友 又如何去适应这些这么大的转变呢 今天非常荣幸可以邀请到 会议医科医务中心的医科专科医生 林嘉宜医生 与大家分享疫情下关内儿童身心健康 为我们带来家长最关注的问题 欢迎Dr.Lang 大家好 很高兴这次可以在这个平台上 和大家分享一些关于小朋友发展问题的资讯 我是林医生 我是一位医科专科医生 我今天主要和大家分享一下 一些常见的儿童发展问题 而且在这个疫情底下 究竟对儿童的身心发展有什么影响 或者家长又可以有什么可以做呢 那主要来说 其实比较常见的儿童发展问题 其实就在我日常的诊诊当中 就多度匯医症 自闭症和焦虑症 其实都相对是比较普遍的 那所以今天我主要就集中分享 关于这三个的发展障碍的资讯给大家 那譬如过度匯药症专注力不足 这个我们英文简称ADHD 那这类的小朋友他们通常是怎样的呢 他们通常就有两类的特征 那有些人就两类的症状都可能比较明显 但是有部分就可能只是有专注力不足的情况 有些就可能只是集中过度匯药的症状比较明显 那大部分就可能两样都有些的 那症状呢通常都是 几岁的时候开始就会浮现到这些情况出现 那大概来说呢 12岁前多少都会是有这些症状 就是影响他日常生活的了 那譬如包括呢 专注力比较差的那些小朋友呢 他们就会很容易分心啦 或者是做一些活动的时候 是可能需要集中一些精神的 譬如画画啊 砌puzzle啊 或者做功课 他们就可能很难这样持续这样集中精神 那也都很难独立这样自己完成的工作 可能中间就经常有人提醒他呀 继续就是留心了 或者有些事情要想一下动下脑筋 他们可能就比较很难自己动脑筋啦 可能要别人帮忙啊 那也都很容易犯一些我们叫大头虾的错误啦 很容易经常留下东西啊 不见东西啦 那另外呢 就有些小朋友就比较活弱一点的 那老师或者家长呢 就可能都会觉得他好像经常都坐不定的 动身动势的 那把椅子好像有矮咬的那样的 那就算他坐定定都好啦 好像把嘴都不停得的 经常说话呀 不可以静静的的 那通常这类的小朋友呢 他们都伴随一些比较冲动的症状 通常个人就比较心急啦 譬如要排队呀 玩游戏要轮住玩的时候呢 他们就可能 经常都要急着要到他呀 变了有时候就好像很不守规矩那样了 那也都是容易一些 譬如容易和别人发生争执啦 因为他个人比较冲动呢 可能一不高兴呢 就已经动了手呀 打了人呀 之后冷静回来才觉得自己不对呀 那或者有时候就很喜欢打断别人的 说话啦 可能爹地妈咪或者爹地和老师聊天 他又要暂断那个病啦 又要听了他说先啦 那很心急的 那通常这些症状呢 一般都在12岁前呢 怎样都会有一些的啦 很少会说很大过才出现的 那那个症状我们都会看回呢 是不是比起同龄的小朋友 那个情况严重啦 因为有些很小的小朋友呢 可能太小过大部分都是相对比较活跃的啦 那我们都是会将他那个情况 跟同龄的小朋友比较 是不是真的比一般的小朋友活跃呀 或者比一般的小朋友的那个专注力是更加差呀 那通常这些症状也都不会在单一场合出现的 就是不会说只是在家里对着妈妈才是这样 他们通常呢是去不同的情况 比如在家啊去补习啊或者上学啊 学一些兴趣班啊 都多小会有这些症状的啦 那会可以影响他读书啦当然 也都有点小会影响到他们社交的 那原因呢其实就医学上都很多研究啦 那发觉其实大部分都是因为 脑里面一些的神经传递物质失了个平衡 很多时候都是因为一些多巴胺失了个平衡 而导致的那有部分的研究就发现 他们的脑部结构某些位置的大小可能跟其他小朋友有点不同啦 那但是都不是全部一定会是这样的 那所以这个治疗呢除了一个训练之外呢 其实我们有时候都会有点比较 那这个情况影响他学习得多的小朋友可能会用药 就是帮他平衡回脑里面的那些传递物质的失平衡 主要是那个多巴胺 那那药物的治疗都其实都挺有效的 不过很多时候呢都要再配合一些行为的训练 去提升它一些正面的行为 那那个效果才会是最好的 那说完这个ADHD啦 那另一个比较常见的发展障碍就是 自闭症普系障碍啦 这个自闭症普系障碍这个名称呢 就较为新一点的 都是近年十年八年才有这个名称 以前可能很多人都听过自闭症啦 或者高功能自闭症啊 亚士堡加症这些名称 但是这些名称呢都是旧一类的分类法啦 近年十年八年呢其实分类都改了 像刚才说的那些亚士堡加或者高功能自闭症等等呢 都归纳成一个大家庭就叫自闭症普系障碍 意思呢就是他们的范畴是很阔的 由很轻微至到很严重 中间不同程度或者不同的症状 各个都可能有少少不同的啦 有些就可能社交弱点 有些可能固执东西多点 那他们都是归纳在这个自闭症普 是障碍这个大家庭 那有部分这类的小朋友呢 他们除了是影响他们的社交沟通啊 还有一些行为问题之外呢 有些可能认知啊或者言语啊 甚至大小肌肉啊 都可能同时间受到影响啦 有些发展缺緩都不顶的 那所以每个自闭症普是障碍的小朋友呢 他们的表现都可以是很不同的 那根据最新的诊断标准啦 DSM5啦 那我们其实看两个范围而已 跟智力啊那些是无关的 诊断是主要我们就是看社交啦 就是譬如跟别人聊天啊 别人跟你说话会不会回应啊 别人叫你名字会不会彩啊 或者是跟别人分享一些他们觉得有兴趣啊 开心不开心啊 那些他们都是会比较相对弱一些的 另外就是一些非语言沟通 就是譬如我们来说的肢体语言 譬如眼睛望人啦 或者是做动作啦 譬如手指指东西给别人看啊 这些呢 他们都是倾向是少一点的 那么啊 还有他们跟人发展关系啊 建立那个友谊啊 他们都是弱一些的 那么小一点的小朋友 可能他们就没什么兴趣 跟其他小朋友玩啦 喜欢自己玩多啦 大一点的那些呢 就可能就算想同样玩都不知道怎么样开始啊 不太知道怎么样融入别人的群体的游戏 那么通常他们都是对于一些假想游戏 就是譬如角色扮演游戏 他们都会难点投入到的 那么另外呢 他们除了社交之外呢 行为方面都有一些的特征的 那么通常他们又未必有了以下这四类的特征的 但是我们讲的至少有两类的行为呢 那就都会属于这个自备症谱在这个诊断的范畴 包括是一些重复性的行为 它可能是一些身体动作很重重复复的 比如喜欢自尊啊 或者喜欢用脚尖行啊 喜欢伏手啊这些 或者是很重复这样用一些物件 比如排东西啊 排玩具啊 排车啊 排一些瓶啊 或者一些门啊 开开闪闪啊 喜欢搞到门啊 喜欢车的车轮啊 或者有些是很重复用一些语言 比如重复说同一句说话 或者重复不断问同一个问题啊 那么也都他们是倾向比较固执一些的 就是日常生活的那些改变 比如日常生活的那些改变 比如日常常规日程是ABCD 那你无端端调转了次序呢 他们就可能会觉得很重要的了 就会有些情绪出现了 或者一些新的事物啊 新的地方啊 见一些新的人啊 可能他们都会比较难适应一些的 那么他们通常都会对某些东西呢 是很特别之有兴趣的 我们叫兴趣狭窄啦 比如有些小孩就对数字很有兴趣啦 英文字啊 或者一些路线啊 地铁站啊 巴士啊 这些等等 可能很有兴趣 有兴趣到的程度是可能出街游就只顧着看这些啊 看YouTube看卡通又是相关的题目啊 那有些呢 有些小孩都可能会有些感同的问题 比如是对一些声音啦 可能比如风筒啊 吸塵机啊 可能他对这些声音很敏感 或者对某些质地很敏感 可能很不喜欢一些鞋熟熟的质地啊 或者是一些 有些就可能很厉害一些东西粒粒啊 有些就对一些视觉可能很喜欢一些光啊 闪光啊 很喜欢看这样的 那所以呢 这类的小朋友呢 他们就是有机会有这些行为问题 那至于有多普遍呢 其实根据美国疾控中心的数据呢 他们每几年都会更新一些数据 那这个数字呢 其实也有上升的趋势 往时可能百多个才有一个 那最新的数据呢 其实都发现 每四十四个小朋友当中呢 都可能有一个小朋友是 受自闭症谱是障碍影响 那当中他们就 不是说全部都是很严重啦 当然是有一大部分都是其实很轻易的 那但是有部分可能就是同时间 都有其他的发展问题 可能是资力障碍啊 或者同时间有其他的情绪问题啊 甚至读写障碍都有的 那至于成因呢 其实现在医学上都还在研究着 暂时都没有一个确切的定论 那只是知道遗传是其中一个因素啦 那但是遗传又不是完全解释了整件事啦 那所以应该就还有其他原因的 不过医学上就暂时都还没解答得到 那唯一知道呢就是训练呢 就一定是帮到个小朋友的 那这个训练的方式啊 或者训练的策略呢 其实坊间都有很多种 那有些就用个环境来提示啦 一些的 比如视角策略啊 或者是结构化教学 有些就是拆解他的一些行为 叫做应用行为分析学 那大一点的小朋友就是一些认知的策略啦 介绍一些不同的社交场合 或者是怎样解读一些人家的心智啊 思想解读啊 从而呢就提升回他们的社交能力的 那好了 除了刚才说的那两个的发展问题之外呢 那现在近年就比较多人关注啊 或者是社会上对小朋友这个焦虑症呢 都开始多了认知啦 那其实呢 小朋友呢 都是跟大人一样 他们都有情绪啦 那就算很小的小朋友呢 其实有样子他们都可以出现一些焦虑的情况 那焦虑症呢 其实小朋友的焦虑症 我们都分几种的 较为常见的呢 就是比如说社交焦虑啦 说的是在一些社交场合 可能未必就是一些很大型的生日会的社交场合 可能其实纯粹是上学或者可能见到隔壁伦社 跟他打招呼 那这些情况呢 可能他们都已经是很紧张啊 很不敢出声啊 那这样 另外呢 就有些小的小朋友呢 他们都可以出现一些叫做分离焦虑的问题 多数都是开始上学的时候呢 就会表现出来 他们通常是预计要跟父母啊 或者可能工人姐姐啊 照他那个人 即将要分开呢 他们就会很紧张啊 会哭啊 会发脾气 那可能就比如送他上学啊 或者送他上校车啊 或者有时候参加一些兴趣班啊 那么爹爹妈咪要离开了 没有人在课室 那他们就会有些情绪出现了 那有时候这类小朋友呢 他们可能那个紧张啊 或者担心呢 可能都会担心都比较 家长可能会觉得是没有什么根据的 譬如他会担心父母会有些不好的事发生啊 可能会不再回来见自己啊 担心他撞车啊 担心他可能被楼上的东西掉下来摘住啊 那有时候他们的招力是可以去到这样的程度 那也有部分小朋友呢 就是对某些东西是很害怕的 譬如很害怕啦 很害怕啦 很害怕打针啦 或者很害怕某些的昆虫啦 那遇到这些他们很害怕的东西呢 可能他们那一刻的情绪呢 就会说好像很紧张啊 或者是大发脾气啊 那另外一些的焦虑的情况呢 就是一些叫广泛性的焦虑 就是呢 什么都害怕的 每个东西都很紧张啊 不敢试啊 要想到很远啊 跟着想到很清楚 他才敢试试的 那有部分这类的小孩子呢 因为他真的一天到很多事情都很紧张 很害怕呢 他们可能都会连睡觉都很容易发愕梦啊 甚至有一些呢 严重到会影响胃口啊 都不出奇 那另外可能大人呢 就会少点听啦 一种要选择性生物症 就是通常是小孩子那里 就比较常见一点的 这类的小孩子呢 有点像社交焦虑的 他们在一些面对陌生人的环境的场合呢 比如是上学那样 他们就不出声的 那比起社交焦虑的那些小孩子呢 他们就像一粒声都不出 就是比较明显一些的 那但是他们呢 就不是因为言语发展慢啊 说话表达不了自己 不是因为他的能力问题不说话的 他们是因为呢 很害怕那个环境 所以不想用言语和人沟通 但是你叫他做一些事情呢 不用说话 可能叫他帮你拿东西啊 或者叫他甚至跳舞啊 他可能OK的 但是呢 要他说话呢 他们就真的不肯出声的 那这些刚才说的那些 焦虑症的情况呢 其实他们都可能是很多 他们的表现呢 未必会说很紧张啊 很害怕 他们大部分呢 那个表现都是发脾气啊 还有呢 好像做事很难集中精神啊 个人好像很不定那样的 很多时候都要家长 好像整天哄他啊 要很安慰啊 给很多肯定他 他们才觉得好像安乐一点 严重的那些呢 都会影响了睡觉啊 吃东西啊 或者有些呢 甚至周身不舒服 又说头痛啊 整天都肚痛啊 回到学校都说肚痛啊 那究竟又有多普遍呢 根据一些的大型研究的数据啦 其实大概有4-5%的小朋友呢 都会有焦虑症的 那较普遍就是社交焦虑啊 或者分离焦虑这些呢 那广泛性焦虑呢 就相对是少一点的 那香港呢 一直以来都有一些不同的机构 是做一些的统计啦 或者一些调查啦 那其实2012年 即大概10年前左右 那有些的调查呢 就访问一些中学生 都发觉中学生呢 其实都有5.7%是 就是曾经出现一些焦虑症的症状 那小学生呢 也都不少的 有些调查就发觉 整两成多的小朋友呢 都有这个焦虑的问题 那甚至乎幼稚园呢 都有些调查发现 其实他们可能都学术啊 或者其他的期望啊 都可能都给到一些压力的他们 所以呢 就大概都有两成的 K1 K2的小朋友啦 他们的家长都发现 他们都有焦虑的情况出现 那到近期呢 又加上疫情啦 那也都有不同的机构呢 又再做一些的调查啦 那发觉呢 其实都真的 越来越多小朋友 出现这些焦虑的情绪的 比如这个就又大啦 去年就做了一些调查 那发觉呢 大概五成四的家长都发觉呢 那些升小1的小朋友呢 他们觉得很紧张很焦虑的 那当中呢 也都有大概3分1的小朋友呢 是出现过分担心 和整天好像很烦躁 那样的焦虑症 那另外就 就联合国呢 都有一些数据 就发觉 都有一成多是有一些 不同的情绪啊 或者是我们的精神疾病 那香港呢 港大怡科都有一位教授 都追踪了一堆的小朋友 那看回他们的那个 身心健康 那结果都发现 两成至到差不多 四成的小朋友呢 都有不同的负面情绪 那当中呢 有大概30%左右 就是3分1人左右 都觉得是个人很害怕的 整天都很紧张的 那另外就是 小童群益会 也都发觉 他们有一些的 情绪求助的服务的 那都发觉 近年来说 那个服务的 个案呢 都是有增加的趋势 那大部分呢 都是 是因为一些的 负面想法啊 或者是常哭啊 或者呢 很紧张啊 安全感很低啊 那些的问题求助的 那治疗呢 其实这么小的小朋友呢 一般我们就很少说 用药物治疗的 兼且药物治疗 一般 几个星期才有效 那通常都是 会用一些大 年纪大小小的小朋友 小童仔呢 主要我们的治疗呢 都是一些叫 认知行为治疗 主要呢 就是在过程当中 让小朋友 了解自己的想法 然后再和他们分析 用一些行为的训练 认知的训练呢 就让他们自己 反思他们的想法 是否有根据呢 而改变他们的 一些负面想法 那一般来说呢 其实都是有效的 那 那 还有呢 大部分 有焦虑症的成年人 其实他们很多时候 小童仔那时 都有这些问题 只不过可能是 没有被人发现到 或者没有处理到 所以呢 其实当小朋友 出现这些症状 我们及早处理呢 其实都可能 帮到他们 以后大降 没有那么容易出现 一些焦虑症的情况 那在这个疫情底下 那家长又有些什么 可以帮到小朋友啊 或者多了时间在家的话 有些什么可以做呢 那其实 除了读书 或者学习之外 那都其实 和小朋友可能 做一些 亲子的活动啊 玩一些 益智的游戏啊 去平衡小朋友的 身心发展 而且呢 就都鼓励家长呢 训练回小朋友的自理能力啦 那其实训练回小朋友的自理能力呢 都有帮助小朋友提升自己的自信的 那 那 小朋友 如果大一点那些呢 可以叫他帮手做家务呢 其实他们都会觉得自己 对这个家里有些责任呢 其实他们又会 很多时候配合家长的管教的 那 那 有时候呢 有些家长就会 藉着这个时间 是 就是多些 就是 大家 可能家长有在家工作 或者是 放假的日子多了 因为不能去旅行啦 那既然有些 那个年假 那小朋友有放假 那可能呢 就藉着这个机会 和他参加一些 平时没机会做的东西 譬如一些兴趣班 那这样 那 那多了时间一起在家呢 除了是 可能 就是 可以教小朋友做功课之外呢 其实有时候有一些 集体游戏啦 或者一些 一些 选择游戏呢 其实都可以训练小朋友的 耐性啊 专注啊 和一些 社交的常规的 那所以其实都不妨可以 在家里和小朋友 玩一下这些游戏 那 也都呢 建议 很多时候家长呢 就 对小朋友的 学习啊 或者做其他 都会 当然是有些期望 那很多时候呢 也都建议家长 对那个期望呢 是要调节小朋友 对小朋友的能力 是作出调节 就是设定一个合理的期望 还有呢 强调回学习的过程 就是大家都是 一起去享受的 就不是说 只能做到做不到 有时候有些错误呢 其实大致都 小朋友都可以在 那个错误之中学习 那其实 接纳一个犯错 或者接纳一个错误呢 或者接纳一个错误呢 其实都是一个 学习来的 学习如何接受自己的犯错 或者纠正错误 那所以家长其实 有时候都可以 值得教小朋友一些 如何接受失败啊 或者犯错 这些 疏导他们的情绪 就算没得上学都好 都建议家长 和老师啊 或者和其他 同学仔啊 家长都多沟通 那就不用说 好像少了这个社交 那样 或者如果疫情 那些人的情况好一点 那可以都多 遇到其他 大家熟一点的 那些同学仔啊 一起出来玩啊 那 建立那个友谊 其实都会帮到小朋友 在投入回 比如开学 投入回学校的生活 其实都会有正面的帮助的 那若然真的 怀疑小朋友有发展的问题 或者情绪问题 那其实又可以怎么做呢 那家长其实都有很多途径的 可以找回自己的疑方医生 看看他们有什么意见 或者是找一些的临床心理学家 甚至学校如果有社工的 找社工谈 看看他们有什么意见 觉得小朋友需要做些什么的评估 或者是一些的counseling 那如果政府来说 如果真的有法治障外 小小的小朋友 都可以经母影健康软转介 去儿童体能智力评估中心 那里作出评估的 那一般来说 评估当中 都会牵涉一些 一些家长的会诊 还有有时可能会邀请家长 或者老师填一些的问卷 那也都有一些的评估 是给小朋友 真的小朋友要做的 那看回他各样的能力 那通常一个评估 大概都过几两个小时的 最好 评估完才能确定到小朋友 究竟他是哪个发展问题 或者是有没有问题 那接着呢 才可以跟家长谈到 究竟是给什么训练 小朋友会最适合 那有些需要训练的小朋友 那可能就可以转介 社署下的一些 一些儿童福康服务 那这个儿童福康服务 就是给一些 幼稚园阶段的学生 即是六岁以下 那他们有几类的 比如早期教育训练中心 社交训练 那不过这个服务呢 都是需要经过 儿科医生 或者临床心理学家 做了评估之后 才可以转介的 那至于大一点的小朋友呢 小学或者中学的小朋友呢 如果他们入读主流学校呢 其实真的如果有 不同的发展需要 其实教育局都有一些 特殊教育需要的 援助给这类小朋友的 那就有很个别 就是小部分的小朋友呢 如果他们真的 智力的那个问题 是影响他们 未必可以入到主流学校呢 那教育局呢 也是可以安排他们 入读一些特殊学校 给一些适切的训练他们的 那总括来说呢 那小朋友 如果真的遇到一些 发展问题的话 及早评估和训练 其实都是非常之重要 那如果有任何 怀疑的行为问题 或者发展问题都好 其实都应该尽早评估 因为越早开始的训练呢 其实效果呢 是会越明显 和是越好的 那今天的分享就是这么多 那多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